今天老刘要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述一起发生在八十年代的恶性案件 当时呢在这八十年代前期啊 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 当时全国也已经走上正轨了 社会上的社会治安也有所好转了 但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一个年代啊 在我们的东北的吉林省呢 有一个城市突然发生了一起恶性的杀人案件 这一片地区啊 主要呢是有一片工人居住的平民区 那说难听了 可能就是类似于国外的平民窟了 这里的房子呀 大多呀是几十年前搭建的 一排排临时凑合着用的砖瓦房 面积都不是很大 房子呀破破烂烂的 住户呢都是本市收入不高的工人家庭 这块不大的区域呀 住着好几百口人 由于家庭人口越来越多了 住户呢就不得不搭建了很多的违建的建筑了 导致啊房屋和房屋紧紧的靠在一起 有的地方连狗都赚不进去了 就在这个十年前呢 这里还有草房呢 说起来真的是让人不敢置信呢 当然了 就在这一片比较贫困的生活区里呀 还是有几家房子是比较好的 这些房子呢 不和其他的屋子靠在一起 被称为是独立的房子 其中一个独立的房子是附近的大型的一个国有工厂的某副厂长的家 这个副厂长姓马 马副厂长的老爹呀 就是这一家国民政府重要兵工厂的厂长 解放军占领了这个城市之后啊 工厂的很多干部大多逃往了台湾或者去了南方 马副厂长老爹呢 却没跑 还第一时间出来和我们政府合作 就这样呢 他被重用了 继续担任厂长的职务 所以马副厂长因为自己的老爸沾光 后来也就成为了七十年代的这个工厂的副厂长了 通过这个干部的一些制度上不平等的 什么八级的技术等级工资制啊 二十四级行政工资制啊 以及什么特工制度 就使得这个干部和群众的待遇啊 在那个年代是有所区别的 甚至是完全的区别 开了 作为著名的全国兵工厂啊 马副厂长的待遇是不错的 可以住在这个工厂附近的独立的房子里 马副厂长六十年代末期啊 娶妻生女 可惜呢 他老婆患有心脏病 在孩子几岁的时候就病发而死了 七十年代末期这老马呢又娶了一个老婆 但是呢这个呢是一个没孩子的离异的女干部 这个时期 马副厂长他的老爸老妈呀 先后就去世了 这样的话 家庭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三口之家了 父母去世之后啊 马副厂长就把自己家的房子也翻修了一下 参加这个面积比较大 四周呢有一圈空地 距离其他房屋都有几十米的距离 不像是本区我刚才说的其他的房屋一样 都紧紧的靠在一起 那翻修花了不少钱 房间也是欢然一新了 在这片地区啊 那算是条件最好的居住条件了 讲了这么多 说明是马副厂长家呀 物质条件非常的OK 但是他的家里啊 却有一些乱了起来 没什么呢 随着自己的心肝小宝贝女儿小马的 逐渐长大 马副厂长就感觉到有些头疼了 这个小马的性格啊 和自己的父亲马副厂长很接近 非常固执绝强 根本不服从长辈的教导 说通俗一点 就是不听话 没有亲生母亲的教育 马副厂长呢 又忙于工作很少顾家 导致小马的性格啊 就更为偏执了 而小马长期和他这个后妈为敌 年龄越大 和后妈闹得是更加不可开交了 两个女人是经常吵闹 就搞得整个居民区也都知道了 对此呢 马副厂长是清官难端家务士啊 完全搞不了啊 做事这对不是亲生母女啊 越闹越僵了 在出世之前的一个多月 她的后妈呀 因为受不了19岁 小马嫌弃 干脆呀 搬回到娘家去居住了 此时 小马的性格如此 自然呢 不会只和她的继母闹意见 她还做了很多事情 搞她身边呢 这个关系啊 是一团乱 一团糟 但是小马有一个特别要好的闺蜜 叫做小菜 两个人呢 就是相距不远的邻居 在这一片居民区居住的住户 一半啊 都是附近工厂的子弟 混得都很熟 同龄的几十个小女孩 都彼此相识 很多是从这个幼儿园 到小学都是同学 关系非常不错 小马仗着自己 是副厂长的独生女 为人呢 是比较骄横的 出语啊 是比较骄狂的 有一些瞧不起人的感觉 很多小姑娘受不了她的气 逐渐的就和她保持距离了 到了最后呢 就只剩下这个天性憨厚的小菜了 和小马呀 一直保持着闺蜜的关系 小菜这个女孩 反应呢 多少有些迟钝 属于那种比较 腼腆老实的孩子 非常乖巧 她和小马从小就是好朋友 小马对她也是相当不错 不像对普通女孩那样 出语啊 肆无忌惮的 有意思的是呢 小菜的相貌啊 比小马呢 是略逊一筹 性格上 也比较懦弱了一些 家里条件也干不上小马家 所以呢 这也许就是两个人呢 能够做了这么多年闺蜜的原因 小菜呢 各方面都比小马差 通塌在一起 这小马啊 时刻呢 就会感觉到有愉悦感 两个女孩的学习成绩啊 都很一般 高中毕业以后 就先后进入工厂去工作了 在八十年代初期啊 这种大型的国有企业的工人 那依旧是非常不错的职业了 小马和小菜又都是那种不需要做体力活的技术女工 工作是相当轻松的 待遇也是非常高的 刚开始工作的第一年 18岁的小马小菜的关系密切 一同上下班一同吃饭 然而第二年 两个人关系却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男人 谁呢 这是工厂里啊 新来的一个副员军人 是个年轻的小帅哥 小王 小王可以说是个非常出色的小伙子 是本厂啊 总工程师的小儿子 他老妈呢 是一名有名的军医 他的这个外公啊 还是一个将军 小王为人呢 一表人才 但是学习成绩一般 不过呢 却是个运动健将 身高一米八级 高大英俊呢 足球体的特别好 而且呢 还擅长二胡吹笛子这些乐器 当兵期间 小王因为家庭的原因呢 没吃什么苦 更没有去前线打仗 基本上呢 就是代表自己的部队啊 体力足球 就度过了自己的这个军人的职业生涯了 复原以后 小王就回到了父亲的单位 做了一名保卫人员 小王的个人条件很好 那放在今天 就是钻石王老五啊 他快乐器 而小蔡的这个父亲 也是奔厂的老公人 他老爸呀 二胡拉得非常出色 号称全是排名前三甲的高手 小王一来到工厂 听说这个小蔡的父亲拉二胡这么厉害 他喜欢拉二胡啊 就去拜小蔡的父亲为师了 平时经常去这个小蔡的家中啊 去学习拉二胡 那学习乐器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长时间的这个锻炼 所以小王经常练习大半天 就留在蔡家呀 没事的吃饭什么的 一来二去 小王就和19岁的小蔡混得很熟了 小蔡呀 也是有着几分姿色的女孩子 而且性格温和 颇有女人味 那你说这种性格和这种美貌的女孩子 和这个年纪不大的小伙子 经常在一起 擦出一点火花 崩发出爱情 就很正常了 所以两个人随后啊 就开始交往了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 都很保守 两个人私下相处了几个月 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可是你们没告诉任何人 不代表别人是傻子看不出来呀 很快全场的年轻人就都知道了 那小蔡呀 听说这个事之后啊 大伙都知道了 心里美滋滋的 为什么呢 引以为荣啊 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如此出色 家庭又是那样的好 所以啊 他对这件事是毫不否认 心里是甜蜜蜜 美滋滋的 刚开始恋爱的时候 小蔡就把自己这个喜悦啊 分享自己身边最亲近的闺蜜 小马呢 你说正常来说 咱们这个自己的闺蜜好朋友 找到了理想的伴侣 应该替闺蜜 替这个好朋友高兴对吧 可是啊 我说了 小马为什么和小蔡经常在一起呢 就是小马觉得处处都比小蔡强 有这种优越感 可是如今小蔡找了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小马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嫉妒起了小蔡了 在小马看来 你小蔡各方面都比我差 怎么能够找到这么好的男人呢 可是我自己却没找到啊 话说呀 这个念头是越来越强烈了 最终几乎演变成了一种仇恨了 之后小马开始想方设法的和小王接近 借口是学习工厂的技术 这小蔡呀可以说是傻乎乎的 主动呢就让这个自己的男朋友小王 去教他的闺蜜小马 给两个人就创造了机会了 小蔡傻可不代表他的男朋友小王傻呀 很多人都说那个年代的老百姓啊 都非常淳朴 可是老刘想说那都是相对而言的 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 从古至今都差不多呀 话说呀 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九五至尊 是一个穿越剧 雍正皇帝穿越到了如今的香港 仍然在激烈的商业斗争当中 有刃有余 运筹帷幄 为什么呢 雍正曾经说过几百年了 科技变化大 毛笔变为电脑 骑马变为飞机 瓦房变成高楼大厦 但是人心却不会变呢 就小王来说 他就把两个女孩做了比较 两个女孩长相差不多 但是很明显的小马的个人条件要好得多呀 那是马副厂长的独生女儿 长上明珠啊 小王作为一个将军的外孙 娶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女孩 显然有些跌分啊 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帮助 相反呢 小马呢 则是副厂长的独生女 已孤的爷爷又是全国的名人 显然各方面条件 要比那个小菜好得多呀 况且呢 小王和小菜相处的时间也并不长 仅仅半年 感情不是很深厚 这种情况下 小王就中断了和小菜的交往了 这正是防火防狼为防住自己的闺蜜啊 小王再也不去这个小菜家里去学二胡了 转而同这个小菜的闺蜜小马开始交往起来了 话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啊 不到一周的时间 但是整个工厂啊 所有人都知道 小菜被小王给揣了 这个事不要说当年 就算是很开放的今天呢 哪个女孩能够受得了呢 男朋友被抢走也就算了 竟然还是自己最好的闺蜜干的 这口气 谁咽得下去啊 当然小菜的性格是比较懦弱的 他一度啊 也不敢去找两个人理论 但是后来自己终于鼓起勇气 私下就找到小马 询问最近 这个工厂里传的漫天飞谣言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说你们两个出朋友了呢 小马这时候是毫不隐瞒 直言不讳的说 这事啊 那就是小王和我好了呗 啊 小菜一听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 你 你 我不是跟你说过 小王和我在出对象吗 小马说 出对象 那是你自以为出对象 人小王 只把你当普通朋友 什么普通朋友 我 我不是告诉你 我都和他接吻了吗 接吻 接吻能怎么样 亲嘴而已嘛 小王和我说了 是你主动亲他的 你 你 小马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闺蜜 你怎么能抢我的男朋友呢 小马说了 谁抢你男朋友了 诶 我跟你说 是小王自己不和你好的 和我好了 关我什么事啊 小菜一听啊 记得双手都发颤了 我 我明白了 你让我 帮你通小王学技术 原来你是想趁机 抢走我的男朋友 我们十多年的朋友了 你就这么对我吗 小马说 你别说这么难听的话 我再说一遍啊 我没有抢你男朋友 是他自己喜欢我的 小菜说 就算是这样 那你也不能和他好啊 我们出对象的事 全场工人都知道了 你这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小马说了 哼 你以为你是谁啊 小王只能同你一个人好吗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至于全工厂人都知道 谁让你去学养的 出对象 肯定有成功 有不成功的 你自己搞的这么高调 你怪得了谁啊 话说这个小马啊 为人是尖酸刻薄呀 这番话说的是低水不漏 懦弱的小菜 一时被说的是牙口无言了 只能哭着鼻子 转身走掉了 小菜是个软弱的人 本来呢 这个事发生之后 自己想忍一忍 自己伤心伤心 一段时间就算了 没想到 随后又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了 小马抢走闺蜜男朋友的事啊 很快就路人皆知了 大家私下里都说 小马小小年纪就这么坏 自己的好朋友的男人也抢 说他老爸马富长长 老马呀 在工厂里也搞过婚外恋 作风有问题 所以全场上下是议论纷纷 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有一天工厂里一群年轻的女工在聊八卦 有一个姓张的临时女工啊 心吃口快 哎呀 小马这个人呢 一看就不是这么好东西 你看他整天 都不正眼看人 甩得像公主一样 一个朋友都没有 就是小菜老师 和他做了这么多年朋友 最后也被坑了一下 其他女工说了 说的也是啊 你说这个小马对人这么狠 小心将来可没有好下场啊 他老爸一把年纪了 还找小情人 没想到他女儿也是这种人呢 那个张姓女工又说了 就是啊 你说做人这么缺德 那真的会没有好下场啊 可是这几个女工聊八卦呢 他没想到小菜和小马那一组的女工啊 正好下班 从他们背后走过 这小马就听到这个张静女工 这么说他了 立刻快步走到这个张静女工的面前 大声怒斥 哎 你说什么呢 咱们背后说人坏话 小心烂舌头 烂你的嘴巴鸭子 这张静女工一听 一开始吃了一惊 但是听到小马骂人了 立即也爆发了 火了 我说哪个字不对啊 抢闺蜜的男朋友 这种事情你都做得出来 你还好意思在这牛逼哄哄的 我告诉你 别人怕你 我可不怕你 我就是一个临时工 这里不干 我就去那里干 你做缺点事 还怕被人说吗 你敢骂我 老娘我现在就打你 这个张静女工啊 为人长得是身材粗壮 而且是又高又胖 矮小瘦着小马 顿时气焰就被这个张静女工给压下去了 但是女人嘛 这个心里虽然怕了 嘴上可从来不服人呢 所以呢 小马说了 你话要说清楚 这可不是我抢别人男朋友 是他们不出了以后 小王主动和我好的 难不成 谈朋友 一定要结婚吗 像小蔡这样的人 要什么没什么 还想要攀高枝 哪个男人会喜欢 人家是男人看出他屈颜覆势 自不量力 就一脚踹了他 你这能怪我吗 哼 要怪就怪他自己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小马啊 我说了 从小就是尖酸刻薄 口无遮拦 肆无忌惮呢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他还没顾忌 小蔡就在他的身旁 听的是一清二楚啊 听到小马这么损他 你说呀 本来就一度怨气的小蔡 再怎么能忍得住啊 小蔡几步就冲了过去 对准小马的脸上 啪 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小马就被小蔡这一巴掌给打蒙圈了呀 抬头一看 原来是小蔡向他下手 他不服气 立即还手 这两个女人呢 就在这场子里干起来了 打的呀 是相当的厉害呀 互相就对着对方脸上是又抓又挠啊 而且用力的拉扯对方的头发 用脚啊去踢对方 旁边女工不少 大家赶紧呢 七手八脚的上去拉架呀 但是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两个女人给拉开了 两个人多多少少都受了一点伤 小马的头发还被扯掉了一些 小蔡受伤的伤势比较严重 脖子上脸上被抓出了几条血痕 头发被扯掉了一大把呀 胸口也被重重的踢了一脚 显然这次打斗是老式的小菜吃了亏了 身边女工呢分别把两个人拉走送回家中 暂时避免了更加激烈的冲突 当天呢 马副厂长就是小马的老爸老马呀 在省里开大会呢 要到深夜才能散会 家里就只有小马一个人了 女工呢就把小马送回家中 这时候已经接近晚上七点钟了 随后这些女工四散回家吃饭去了 这边老马直到深夜 十点钟才散会回家 骑车回到家中的时候 已经是夜晚十一点多了 老马刚刚到了家门口就发现不对劲了 我之前说了 老马家这个房子呀在当地是比较好的 条件特别出色 是独立的房子 孤零零的在一个较高的地方 马副厂长到了门口 突然隐约的就看到地上 有一行脚印 当时是夏天呢 就算家里是拖地了 水很快就会干掉了 怎么会有脚印呢 还一直到了门口呢 况且谁会在深夜之中拖地啊 奇怪之下 这个马副厂长喊了一声 我回来了 推门就进入了房间 可是刚刚看了一眼 马副厂长就吓得惊叫一声啊 只见在他眼前 他的宝贝小女儿小马 倒在距离门口不远的血泊之中 脖子几乎已经被砍断了 惨不忍睹啊 客厅地面上到处都是鲜血 小马几乎流进了自己所有的血呀 家中的菜刀丢在血泊之中 看来杀人犯就是用这把菜刀杀死了小马 惊恐之余 马副厂长急忙赶去报警 很快公安们迅速地赶到了现场 警方发现马家的大门完好无损 窗户也没有被撬压的痕迹 似乎杀人犯是熟人 家里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财物并没有丢失 不像是入室抢劫或者是道歉 小马是被这个歹徒用家里的菜刀 连续地砍中脖子 被连砍了十几道之后啊 这脖子几乎就剩一层皮连着了 可以说呀杀人犯的手段极其凶残 显然就是要将小马置于死地 看来呀这个凶手和小马似乎颇有仇恨 小马没有被强奸 因为他的衣物上下完好 而且后来经过尸解证明 小马还是个处女 所以这不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客厅当中的血泼痕迹比较乱 除了小马临死挣扎的痕迹 似乎还有一个人跌倒在血泼之中 警方怀疑这是杀人犯和小马 搏斗时候摔倒的 房间里没有留下陌生的指纹 尤其菜刀上没有指纹 可能啊杀人犯是戴着手套做案的 是有预谋犯罪 根据走访周边群众 结果啊周边好几家人呢 都在十点左右听到了一阵喧闹声 随后啊又有一声女人的尖叫声传出来 非常凄厉 随后的叫声就没了 这几家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是马副厂长家出事了 他们是认为啊可能是身边的那堆夫妻打架了 这时候法医们却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就是那行血脚印 这一行血脚印啊 就是摔倒在血迫当中的人所留下的 他的身上沾了很多的鲜血 脚上也有 血脚印持续了十多米的距离 这才逐步看不见了 人看不见 不代表没有办法追踪 民警们 很快就从市局啊 调来了两只大狼狗 专业的警犬 两只警犬立即展开了追踪 大概跑了几十米 这两条大狼狗最终呢 都停在了小蔡的家门口大叫起来 法医通过刑侦技术手段进行监测 发现小蔡家门口的路上 确实有隐约的血迹 家里面也有隐约的血迹 显然这时候小蔡和他的家人就具有高度的可疑了 这边呢 有人向民警呢很快就反应了 说当天呢小蔡和小马在工厂里发生过激烈打斗的事情 于是第二天民警们就把这小蔡呀先请到公安局进行盘问了 这小蔡刚进公安局就显得非常的紧张 虽然警方不能排除 这是因为19岁的小女孩胆小怕事 不过警方知道一般的年轻的杀人犯 只要接触公安人员都会像小蔡这样 不自觉的紧张 面对盘问 小蔡就说出当天自己回家吃饭之后睡觉了 并不知道其他的事情 这个期间小蔡显得非常紧张 双腿都不自觉的发颤了 民警见状 直接开门见山的说 听说你们当天打架了 你吃了亏 是不是你回家以后越想越气 晚上趁着夜色去报复小马 小蔡已经大食一惊了 没有啊 不可能 不是我呀 我在家里睡觉 我不可能去杀他呀 他不是我杀的 民警说 我们还没说小马死了 你怎么知道小马已经死了呢 这个事只有我们和小马他父亲才知道 其他人只知道小马被砍伤了 正在抢救 你还不承认是你干的吗 小蔡一听当上吓哭了 真的 真的不是我干的呀 那你说这个案件究竟是不是小蔡所为呢 目前为止啊 小蔡是非常刻意的 但是呢 警方也没有足够的证据 其实当时的公安呢 也怀疑过这个案件 是不是小马的后母所为 为什么呢 因为小马和姬母啊 关系恶劣 我说了 一个多月前 他把姬母啊 气回娘家居住了 双方吵闹多年 矛盾深刻 姬母多次因为小马而提出了离婚 还有人怀疑啊 也不能排除 是那个喜心厌旧的小王做的案呢 小王抛弃小蔡 选择小马之后 那也受到了一定的社会的舆论压力呀 被工厂的女工们 就当做是现代尘世美了 那年代 八十年代 作风问题呀 可以说对一个年轻人 是相当重要的 更别说是小王那种很有前途的小伙子了 如果小王选择重新回到小蔡的怀抱 那以小马性格啊 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 甚至会同小王打架 说不定就是当晚打斗期间 小王一时冲动 把泼辣的小马给砍死了 总之当时啊 没有人相信是小蔡作案 当地的这一片的居民大都认识小蔡 觉得小蔡从小就是温和胆小 人也善良 那绝对没有胆量去把闺蜜斩首杀害呀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很快锁定小蔡的证据就出现了 这是本区的一个目击者张大爷 张大爷听说小马遇害了 犹豫了一上午 他还是选择呀 去公安局报告自己所见到的情况 张大爷说 警官呐是这样的 我呀长期失眠 每天晚上等大家睡醒了 我就出去活动活动 我让自己累一点 好睡觉啊 我们这里呀 住户我大部分都是工人 工作一天很辛苦 晚上最迟八九点都睡觉了 我一般呢 十点才出来 附近呢 那天小胡同里呀 一个人影都没有 也没有路灯 当时我出来散步的时候 我就听到有个女人尖叫了一声 我有些奇怪呀 但是我没在意 我绕了一圈 大概有三分钟 就绕到了一个小胡同 距离马家呀 大概呢 有三四分钟的路程 这时候 我迎面就遇到那个小菜了 我是看着小菜长大的呀 对他很熟悉呀 对他很熟悉呀 我当时啊 见到小菜呀 他就像见鬼了一样 慌慌张张的从我身边走过去 似乎啊 都没有看到我一样 那小胡同里呀 没有路灯 但是我呢 打着手电筒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民警说 您老看到什么了呀 张大爷说 我看见小菜浑身是血 衣服和裤子上面都是血呀 我老了 但是我眼不花呀 绝对没看错呀 小菜当时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 裤子是什么样的 我没看见 显然呢 张大爷反映了一个情况非常重要啊 因为这足以证明 小菜到过小马遇害了现场 有着重大的作案建议 随后民警们对蔡家反复询问 最终啊 蔡家有人承认 小菜确实是在大概十点钟以后出去了一下 家里人听到他的房门和大门响动 小菜他妈还问了一句 小菜随口嗡了一声 家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那么至此 小菜的作案时间也有了 随后民警就对蔡家进行搜查 但是搜查之后发现家里呀 倒没什么异常 然而呢 在小菜家后面的干枯的水井里 警方捞到了一件白色的衣服 一条黑色的裤子和一双布鞋 上面都有血迹 经过化验血型和小马相同 由此证据基本上完整了 民警们分析 小菜应该是当天在和这个小马打斗吃亏之后 晚上是越想越气 心有不甘 就去找小马报复 因为他们是熟人 小马就开门让他进去了 两人争吵之后打斗起来了 也许是小菜因为男朋友被抢 而且又被打 极度气氛 不计后果的包袱 冲动之下 他操起马下 放在客厅里的那把菜刀 就把小马砍翻在地 被砍到要害的时候 小马啊高叫的一声 小菜怕被邻居听到 于是干脆杀人灭口 拿着这把菜刀 连续对小马的脖子连烤十几刀 几乎把小马的脑袋砍掉了 由于第一次杀人比较紧张 再加上血液很滑 小菜不慎就跌倒了 菜刀也跌落了 随后小菜一流烟的逃回了自己 的家中 这期间就被张大爷看到了 小菜到家之后 将沾染血迹的衣服裤子 鞋袜都丢入了家里边的水井之中 毁灭证据 由此证据确凿 有动机有时间有人证有物证 算得上是铁案一件了 但是奇怪的是啊 这小菜呀 就坚持不认罪 不承认小马是被自己所杀 当时是八十年代初啊 即便没有这么多可靠证据 那其实也已经可以定罪了 况且呢 一切都是合情合理 小菜的辩解根本就没有人相信呢 当年那杀人就必须偿命啊 即便是过失杀人也都会被判重刑 那小菜是预谋杀人 手段奇为财人 当然就是死刑了 一审判决以后 小菜上诉 二审维持了原判 15天之后就 小菜枪毙前被邮接 很多市民就看着 这个身穿一身红色衣服裤子鞋的女死刑犯 全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无论如何 小菜很快就被枪决了 还不到20岁的年龄啊 可是小菜被枪决之后 对于小菜被认定是真人 这个杀人真凶 有些人则怀疑着 持着怀疑态度 首先最为怀疑的人居然是受害者 小马的父亲老马马副厂长 马副厂长是看着小菜长大的 他认为 小菜这个孩子是最老实温和 平时连踩死一只昆虫都不敢 你要说他能够残忍的杀人 还连砍自己女儿十几刀 几乎把小马的脖子砍断 老马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呢 马副厂长认为 因为门锁窗户没坏 就判断是熟人作案 不见得是正确的 因为这一代社会治安比较好 女儿小马平时都会不锁门的等着老马回家 所以即便是陌生人也可能偷偷的从大门溜进去 不需要溜门窍锁 另外有一个民警也对这个案件持着高度的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作案时候关键的证据 那双手套没有被找到 菜刀上没有指纹 判断小菜呀 是戴着手套作案的 小菜的工作不需要戴手套 而菜家平时也没有手套 这个城市冬天不算太冷 那么小菜作案的手套是从哪里搞来的呢 而且既然小菜将所有染洗的衣服和鞋袜全部都扔进了孤警之中 为什么却看不到手套呢 小菜没有交代手套被扔到了哪里 这就存在一个疑点了 当然了 如果小菜是真的预谋杀人 设法搞到一副手套之后再扔掉 也是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民警的没太注意这个证据的事 但是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疑点极其重要 什么疑点呢 就是时间的问题 好几个住户认为 听到女人尖叫声是在十点左右 但是张大爷所说的 他看到小菜的时候 则是散布差不多三十分钟之后 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差了 你说如果小菜乱刀砍死了小马 那时间肯定是在十点钟左右啊 也就是小马尖叫后的那几分钟的时间里 小菜如果杀死小马时候 为了避免周围邻居来查看 一定会尽快的逃离现场 由于全身是血小快应该尽快逃回家中躲避 而不是在马路上乱窜 而张大爷是在距离马家 仅仅三四分钟的这个小胡同里看到小菜的 这个时间点是小马被砍死之后啊 二十多分钟的事情了 这就不符合常理了 二十多分钟 那小菜如果杀害了小马 他在小马的房间里干什么了呢 当然了也不能排除小菜杀人以后 把手套之类的其他证据丢在某个隐蔽的位置 然后才逃回家 但是你说用二十多分钟去扔这些东西 也不符合逻辑啊 但是呢 警方还是根据这个有可能他作案时候抛弃这些作案的工具 所以这一点也没有被警方重视 另外还有个细节 这是受害者小马的父亲老马反映的 他说呀 我家里的现钞和存值以及首饰之类的没丢 但是平时放在客厅桌子上的一支金笔没了 当年呢 在接待那些苏联军工专家的时候 有一个老专家呀 私下送给了老马呢 一支东德生产的金笔 这支金笔呀是全国唯一的一支 金笔质量特别好造型特殊 上边会有东德的国旗价值不菲呀 可是马副厂长说 事后他没有找到这个金笔 如果是小菜杀人后拿走了金笔 那么金笔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小菜根本没有提过金笔的事 被盘问之后也说不知道 不过这个细节也没有被重视 公安赶到现场之后 先把小马运走抢救 随后让片井带着几个工厂的民兵 将现场封锁起来 而民兵的素质又高又低 那不能排除有人 四手牵羊就把这金笔给偷走了呀 但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小菜被判处十年 这个死刑之后的十年的时间呢 这个案子突然有了一个彻底的翻转 在这个本市的民警 执行了一次抓赌的行动当中 有一个中年农民呢 看见警察就冒险跳窗逃走 说来也奇怪 这个房间明明只是二楼 距离地面只有两米高度 可是这家伙跳起的时候 一脚啊 就绊到了一根电线上 这导致他结结实实的摔在地上 摔骨折了 民警抓住这个跳楼骨折的家伙 感到很奇怪 你说抓赌也就是一个数额不大的小赌场 赌徒被抓无非是罚一点款 在派出所都给一两天写一个认罪书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的呀 那这个家伙为什么要跳楼逃走呢 显然这家伙可能背负着什么案子才慌不择路 根据指纹的比对 很快警方发现他就是抢劫杀人的一个通缉犯 今天初 这小子在临时拦路抢劫一对夫妻时 遭遇抵抗 一刀就把那个男人给刺死了 将女人给刺伤 杀人之后 警方根据目击者留下的指纹锁定了他的身份 死人姓丁是本市城郊的一个农民 是个烂毒鬼 因为常年赌博呀 这个丁毒鬼妻离子散 家屠四壁 一个人独居 那所谓呀 作贼心虚 这一次这个丁毒鬼 就误以为警察呀 是因为自己抢劫杀人的事来抓捕自己的 所以不惜跳楼逃走 结果摔伤被捉 九十年代初期 你说拦路持刀抢劫又杀人 那肯定就是死刑了 这个丁毒鬼呀 自知必死 他就意外的交代了自己呀 曾经犯下的另一期杀人案 他是这么说的 大概十年前 有一天 我在一个小赌场里 把浑身上下的钱 输了个金光 出了赌场之后 天色已经黑了 我身无分文 不想回家 我就坐着公交车 四处去溜达 想去偷一些东西 用来明天翻本的 车子到了底站之后 我下车乱转 就走进了一片居民区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里 只是路过几次 这个区域的住户很多 安全意识也不强 便于盗窃 但是我没带撬棍 我就挨家去推门 看看谁家的房门没关 走了一会儿 我看到有一个独立的房子 挺气派的 我觉得 这应该是个干部的家 我摸到门口推了一下 门是虚掩着的 我观察了几分钟 看见房间里 这个人睡没睡 果然呢 没有动静 当时呢 是十点钟左右 那普通工人应该早就睡着了 我就戴上了准备好的手套 侧身就溜了进去 房间里没有光 我就趁黑翻了起来 想拿一点值钱的东西就走 我刚刚翻了两下 找到了一只看起来挺值钱的金笔 我就顺手把那个金笔放在口袋里了 我正准备继续偷东西 突然电灯被人打开了 有一个二十岁左的女孩 站在房间门口 对我说 爸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看到我不是他爸 他吓了一跳 一时间他就愣了 我当时转身就想跑 可是又怕他叫 我就跑不掉了 于是我上去一把掐住女孩的脖子 我说你别叫 你不叫 我就不伤害你 我马上就走 那女孩点了点头 我见他很瘦弱 家里就他一个人 我也没当回事 我就松开了手 谁知道 我刚一松手 他突然就一脚重重的踢到我小腿上了 随后就开始高喊抓贼 好在他的家呀 距离别的屋子得有几十米的距离 邻居不容易听到他的喊叫声 我被他踢得非常疼 我就大怒 一把就把他摔倒在了地上 这女孩特别倔 还不服气 不甘示弱 和我撕打起来 我用力的想制服他 但是他拼命抵抗 我还真的压不住他 这边他不断的喊救命 还用他那个长指甲 差点把我眼睛给抓瞎了 尽管您看 我的眼皮到今天还能看到伤疤呢 后来治了很久才治好 我被抓以后 眼睛剧痛 根本睁不开 就以为被他抓瞎了 我恼羞成怒 重重一脚就把他踢翻在地 然后我就抄起客厅里的一个案板上的菜刀 对着他的脖子就砍了一刀 你已经说 他被你一刀砍死了 这个叮毒鬼说 没有 一刀我没砍死他 他被砍了以后 尖叫了一声 声音还非常高 我怕惊动到四周的邻居 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对准他的脖子又连砍了十几刀 我把他脖子都快砍断了 那是我第一次杀人呢 我看到他脖子的鲜血到处乱喷 我也吓坏了 我过不上找钱 随手丢下菜刀 关上灯 拔腿就跑 路上 我呀翻围墙进入了一个公园 把血衣脱下来扔到湖里 就回家了 杀了这个女孩时候 我特别紧张 天天看报纸和新闻 想了解你们是不是发现了线索 不过我之前 没去过这个居民区 我不认识这个女孩 我估计你们抓不住我 没想到 大概十天后 报纸登了 破案的新闻 说你们抓住杀人发了 是遇害女孩的情敌才十九岁 我一听开心坏了 我认为这是有人做了我的替死鬼 我就没事了 我后来发誓我再也不赌了 不然我迟早还会杀人 可惜没用啊 我天生就是个烂赌鬼 果然我又去抢劫杀人 搞赌资 直到今天这个地步 警官我死有余辜 只是可惜了那个十九岁的替死鬼的女孩啊 啊 原来真相居然是这样的 听众朋友 听了这个丁毒鬼的这番话以后啊 老刘想问问 你们感觉如果是当年的那些半民警 他们会是什么心情啊 那这个丁毒鬼会不会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啊 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丁毒鬼随后说出了几个重要的细节 第一 小马尸体上发现 他这个手指上也被砍了一刀 这是除了脖子以外唯一被砍的地方 当时警方认为 这是混战当中小马尔伸手去打 才被砍中的 这个细节没有被警方重视 也没有被写入卷宗之内 只有法医和半民警知道 可是丁毒鬼却说了 我将那个女孩砍死以后 我右眼仍然有些睁不开 我以为真的是被他抓瞎了 我恼怒之下 对着他的尸体手指 又猛砍了一刀泄愤 第二个是 丁毒鬼交代的 他曾经偷死我了一支金笔 由于是杀了人才搞到这支金笔 丁毒鬼啊 对他是记忆深刻 还随手画出了上面的徽章 正是东德的国徽呀 而这支金笔 后来被这个丁毒鬼 卖给了一个专门收赃的人 警方找到了这个家伙 因为金笔造型非常特殊 让人过目不忘 收赃的人 对十年前的事情还能记得住 正是了丁毒鬼的说法 没想到本来以为铁证如山的案子 十年之后才发现 那个十九岁的小蔡呀 竟然是冤死的 真凶另有其人 那即便知道是冤案了 人死也不能复生啊 小蔡死了也就死了呀 根据丁毒鬼的话 他是十点左右入室杀了小马 随后仓皇逃走的 而小蔡是十点三十分左右 到了小马家中 可能啊是小蔡呀 去找小马理论 或者是要和小马彻底绝交之类的 当时房门是虚掩着的 小蔡呢又是小马家熟客 就直接推门进去了 因为房间里没有开灯 小蔡呀踩到鞋以后 就摔了一跤 他用手电筒这么一照 就发现小马已经被人砍断脖子死了 那小马死亡样子非常惨烈呀 未经人世的十九岁的小蔡 当时应该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爬起来就跑 他一路逃回家 这期间就被张大爷看到了 回到家以后 小蔡认为 谁都知道自己和小马有仇 这事根本说不清 不如装作不知道 就把他摔倒在现场啊 沾了血迹的衣服 丢弃到了屋后的枯井之中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小蔡就算主动去投案 试图证实自己清白 恐怕结局也难逃一死 但是如果这个案子放在现今 技术鉴定上就会有所不同了 小马死前曾经和丁毒鬼激烈的搏斗 指甲里面有后者大量的皮屑和血迹 只要进行检测 就知道小马和他搏斗的人 并不是小蔡了 小蔡就有可能脱罪了 最低程度会留下一条性命 毕竟这个案件还有一点 可是当年呢 就像听众朋友所说的那样 当年的冤案太多了 只能算可怜的小蔡自己倒霉了 小马被杀 小蔡被枪决之后 厂里的工友啊 纷纷指责 这个其中的两个闺蜜所抢的男朋友小王 朝三暮四 闲贫爱妇 最终搞出两条人命 小王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被迫选择调离工厂 几年之后又选择下海开了公司 由于家庭颇有势力 小王公司的生意非常的好啊 积累了很多财富 可以说是模范商人 但是奇怪的是啊 小王有财运 却非常短寿 年仅45岁 他就患上了绝症 他花费巨资去美国治疗了四年 仍然死掉了 最终没活过50岁 而那个钉毒鬼呀 从高度很低的二楼跳下 本来完全可以轻松的逃之夭夭 但是却莫名其妙的被一根电线给绊倒 导致摔伤被捉 随后丁毒鬼就因为故意杀人罪 也被押赴刑场枪毙了 你说这种意外之中的意外 今天看起来几乎不能发生 但是你们忘记没有忘记 当时小蔡被执行死刑 最后有一个要求 要身穿红衣红裤红鞋去赴死 那根据咱们老百姓 有一种传说或者说法 穿着红衣横死之人 那人可是有可能变为厉鬼的呀 这种意外 我看到你很不错 这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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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感谢观看